沈北市中和景平路 前方轎车右转 后方机车纷纷减速 但偏偏这位老兄 骑车还低头 滑手鸡马 发生追撞 双极瞬间 女骑士后仰摔车 后方机车则是 先在空中空翻一圈 落地后车轮弹跳 再翻一圈 最后重重砸在女骑士身上 两人都当场通道爬不起来 好险都只有擦措伤 有惊无险 台南市里殡仪馆附近道路 机车执行冲冲冲 但一辆轿车路口要左转弯 一次没有先离让执行车 第一台机车闪过单第二台 和轿车正面对撞 机车车壳瞬间炸裂零件用喷的 骑士重摔倒地 深夜高雄左营省道上 则是行人闯红灯 走到机车道时 一次灯光昏暗 机车没注意高速撞上 行人女骑士 摔在地上翻滚 但行人头撞分隔岛地上流满鲜血 没多久又一台双载机车经过 紧急闪避 雷传自摔 因为我当时是要左转 而且要蹦一身 然后我停住一下 然后我看到都没有人起来 行人伤势相对比较重 宋一还要进一步观察 民众骑车上路别低头滑手机 转弯腰里让直行车 行人过马路不要闯红灯 免得大过年前受伤 送医触眉头 记者 上次来个一张网书宏综合报道